2023台湾阅读节及圣诞嘉年华 这个星期假日在静风园区举行 亲子们以圣诞节为造型主题到园区内参加活动 现场有大型气垫游乐设施 吸引很多家长带着孩子一起来欢度周末时光 而市长魏佳岳特别到场和大小朋友同欢 配合12月台湾阅读节也迎接即将到来的圣诞节 华联市立图书馆和华联福院新生命华联新新国 共同举办2023圣诞嘉年华及台湾阅读节 圣诞奇迹马戏团系列活动 这个星期假日在静风园区猫头鹰公园热闹展开 今天是我们公所我们图书馆 以及我们很多的客室一起联合办理这样的活动 那是我们台湾阅读节跟我们星星王国一起合办我们圣诞市集 那今天真的非常的开心 那我想今天在我们猫头鹰公园里面办理这样的活动 我看到很多的家长带着孩子们 我想孩子的成长只有一次 那也希望说我们这样办理这样的亲子的一些活动 能够让很多的爸爸妈妈带着孩子们一同来参加 一起来参与这样的活动 那我想未来我们会持续的办理这样的活动 那在这边也要跟我们所有市民的朋友说 还有爸爸妈妈说 那未来我们可能会再规划很多的一个亲子公园 那在这边也要跟大家说 那也希望说我们在旧有的亲子公园 如果有损坏或是需要及需要改善的话 请麻烦跟我们花蓮施工所这边说 那也跟我们爸爸妈妈说 要看紧自己的孩子们 那未来我想我会成为孩子们的后盾 也希望成为家长们的后盾 让花蓮可以成为孩子快乐成长的一个地方 台湾阅读节圣诞嘉年华现场有亲子故事比赛 圣诞手作体验 亲子变装秀 圣诞故事屋 市集园游会等 希望让孩子在活动当中可以培养阅读的习惯 而市长威家宴也亲自发送圣诞小礼物给每位小朋友 现场气氛热闹又欢乐 介络会欢视报导 感谢观看